重要的在口風一項非常緊的馬英九在會後呢 竟然不小心把別馬會明天登場的時間 說溜了嘴 馬英九請一致旅的第三站 是跟立法院長王金平會面 兩人一談就談了一個半小時 除了感謝王院長的輔選 也針對立委表現交換意見 但是當被問到要不要和陳總統會面時 馬英九卻不小心透露了 別馬會就要登場 我們明天只是 總統當選人跟先任總統的一個禮貌性的會晤而已 別馬見面到時候會不會在物價問題上提出建議呢 我們的意見都在公開都說過了 如果他們要採取的話 應該早就會採取了 除了和王金平會談 馬英九上午也向連戰請一 兩人聚焦在兩岸議題上 過去已經談成的 需要雙邊同意的 就可以由海紀會海協會來完成這個手續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如果將來要談投資保障協定的話 就非要經國雙方不可了 這個時候當然是由政府所授權的機構來進行 所以這個分工將來就會變得很明確 既然談到了兩岸議題 馬英九是不是已經徵詢連戰出任海紀會的董事長呢 沒有談具體人士 只是說一定要延攬好的人才進入政府 那有沒有跟連任討論過 考慮請連先生來出任這個海紀會董事長 沒有 馬英九的情義之旅 談兩岸也談內政 但是一談到敏感的人事問題 馬英九還是有所保留 東森新聞綜合報導 好 編碼會明天登場 明天4月1號是愚人節 很多人擔心 馬英九遭到陳水扁總統的愚弄 無法全身而退 那麼資深媒體人黃光琴就建議 馬英九應該要帶錄音機全程錄音 而張有花認為這還不夠 他說呢要帶秘書 而且必須要寫好文字記錄之後 兩人都得簽名才算是做數 兩年前編碼會的畫面 馬英九以國民黨主席身份敗會陳總統 現在前後任總統又要會面 不過時機敏感 和上一次會面的情勢已經大大不同 政治名罪提醒馬英九 千萬不能大意 全程錄音 那大家都是政治中人 不會外界去亂講話 但是如果你保個本 各有一個底的話 那我想可以壓制就是說 這個可能談話是有出爐這個部分 我覺得這個現在很重要 黃光琴說雖然主導權在陳水扁 不過畢竟馬英九就要上任 陳水扁應該會放低姿態 但張有花更謹慎 他說不是不信任陳水扁 而是他前科太多 如果光帶個錄音機 恐怕還不夠 多帶秘書 一定要做成文字記錄 由雙方確認 說這些文字可不可以發表 能發表還是不能發表 不然的話 除了這個門變成羅生門 為了怕走出大門就變成羅生門 錄音機 秘書再加上文字記錄 這是名嘴們給馬英九的建議 就是怕馬英九無法全身而退 東山新聞全傳陳一松 台北報導 好 對於藍軍來講 真是血淋淋的教訓 跟陳總統見面之後 很多人說下場都不太好 包括我們看到了過去榮譽主席連戰 跟陳水扁總統見面 結果見面沒多久就宣布核四停建 等於是賞了連戰一個耳光 非常難堪 而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也很慘 在見面之後傳出他要求官 而且還指名到信 要的是葛魁這個位子 讓宋楚瑜氣壞了 因此藍軍對於明天愚人節 來個扁馬會非常擔心 他有些事情呢 挺快就忘掉 分裂在野黨 然後故意裝成弄鬼 陳總統裝傻的結果就是 跟民進黨求官這個罪名 宋楚瑜背了好長一段時間 後來好不容易盡視前嫌 真誠 兩個字 代表阿扁的心意 只是在陳總統的字典裡面 真誠的意義 似乎跟常人理解不太一樣 因為過了半年 總統就報了這個料 他跟陳映蓮有記憶沒有記憶 不要說 我不是真的說說的 我也有所分的 如果我不採取行動 那我真是變成一個混蛋 一個爛政客 先談和解背後放箭 老宋連吃兩次虧 不過別以為連戰沒有類似的經驗 他更慘 何時繼續來興建 何五以及以後的 完全都不再興建 那個時候何時要不要續建 朝野混戰成一團 連戰誠懇建議陳總統要續建 結果才剛走出總統府 當時的行政院長張俊雄 馬上舉行記者會宣布 何時停建 連戰不只吃悶虧 簡直是一巴掌甩在臉上 這麼不愉快的經驗 藍營誰忘得了 現在別馬會4月1號就要登場 犯來很多人都在祈禱 馬總統會很聰明的要求 全程公開轉播 東森新聞綜合報導 好 明天上午 所聽東森新聞 我們有第一時間來自現場 別馬會的連線報導 好 再來看的是 這個馬英九在政壇一路走來 始終如一非常的簡樸而低調 但是當選之後 他也得向維安妥協了 主要是現在因為景美的住所 幾乎是全民皆知 在維安上有所漏洞 而東森新聞今天獨家 掌握到這個訊息 現在連馬家的郵件 不能夠直接寄過去 得先由郵局送到派出所 經過國安局嚴密檢查之後 才能夠送到馬英九的手上 台北京美郵局忙著將信件分類 也忙著為將來第一家庭 整理郵件 因為光是送到馬家的信 就有這麼多 看看郵差間上這個背帶裡厚厚的郵件 全是要送到馬家信 收件員看到了馬英九三個字 郵差上路囉 經過馬家怎麼不停下來 而是停在前面的派出所呢 原來就是怕信件成了攻擊郵件 郵差被奉命 不管是平信包裹還是掛號 全部得送到馬家附近的新龍派出所 信件有片多啊 大部分全城各地的人都寫過來的 感覺是本司寫的嗎 這個我們不清楚 3月24號早上 馬夫人周美青打開信箱 只拿出報紙沒有看到任何郵件 因為從那一天開始 郵差就不能投递到馬家的信箱裡面 得先送到警察這裡 像是做功課一樣 得一件一件寫好記性 人是誰才能離開 要經過什麼金屬 金屬那個檢查信件 要從他過去 原來派出所除了有低層過濾的功能 也是馬家的大信箱 因為當選之後 馬家的信箱爆雙倍 信箱已經不夠塞了 而且他有澄清說 並非只有馬英九有專屬規格 而是部長及以上的重要人士 家裡的信箱 都必須層層過濾 所以現在只是保護馬家安全的 基本功而已啦 東森新聞 王室亞克俊成台北報導 好 那麼當然這個漏洞 還包括我們看到 之前馬英九這個慢跑的時候 一大堆的粉絲圍繞 那麼爭相簽名拍照等等 這個秩序混亂 隨後也擋不住 馬英九還一度小小的飆了一下 那麼今天開始有所改善了 那麼在馬英九慢跑時 總統家的大門拉起了一條分隔線 把總統 民眾跟媒體記者 全部都隔開 當然維安工作 務必得做到滴水不漏 晨跑時間一到馬英九就出門 直接身邊隨後以馬英九為中心 前面兩個人 後排四個人 雖然人數比起之前並沒有變多 但隊形明顯整齊許多 總統好 聽到了這聲總統好 馬英九立刻驅上前 這時一名富人衝了過來 讓隨後好緊張 立刻抓著他 不過其他的馬迷們全都橫手規矩 在人行道上站得好好的 原來是隨後整天的新工具 加設臨時分隔線 不過這也讓親民的馬總統 得繞過去才能和民眾握手 但面對面總是有危險 只見馬總統一握完手 隨後一個轉身切入 就隔開了馬英九跟粉絲 動作熟練就像是排演過的 和一個星期前 馬英九家前的混亂情緒大為不同 小心小心小心 現在規矩變多了 但畢竟新任總統身份特殊 違案工作也得加強 才能讓馬英九在安全和親民上 與與熊掌都能兼得 動作新聞 廖峰祥 台北報導 接下來眾所矚目的是這一份 馬英九所提出來的 這個內閣名單了 包括這個隔魁的人選 不過馬英九對於這一部分呢 是非常的低調 那麼選前他很嚴厲的宣布 對於人事佈局 誰敢講 誰走路 那麼雖然馬英九態度嚴厲 但是目前隔魁呼聲最高的 我們看到仍然傳出是劉兆璇 而詹啟嫌渴望接下副院長 至於連戰 目前是海際會董事長的大任務 好幾個月前就非常嚴格的要求 我們總部 包括我本人 我們的幕僚 都不可以談選後的人事問題 誰談誰走路 選前聚談人事話題的馬英九 選後開始傷腦筋 對於新內閣傳員 儘管馬英九封口加低調 不過依舊傳出了一個初步名單 格魁現在呼聲最高的就是劉兆璇 而副院長外界猜測 詹啟嫌的可能性最大 秘書長則可能是現任的 桃園縣長朱立倫 至於榮譽主席連戰 則被傳出可能接下海際會董事長 江炳寬則可能擔任陸委會主委一職 國安會秘書長現在以蘇啟的呼聲最高 而過去馬英九市府期間的夥伴歐靖德 則是交通部長的熱門人選 另外金建會主委傳出會由薛襄川來接棒 尹啟明則渴望出任經濟部長 外交系統上在馬修團隊處理 國際事務的馮敬台 傳出可能出長外交部長 而駐美代表的熱門人選 則是袁建生或李大維回國擔任 而國民黨副主席詹春柏 則可能升任總統府秘書長 只不過馬英九不鬆口 內閣的熱門人選也低調到不行 尤其馬英九還有曝光死的 獨特用人哲學 到底誰會是馬英九口中 才得兼備的隔魁呢 還是要等到最後一刻才會揭曉 東森新聞綜合報導 我間接表明了 他不想再踏入官場 過去他們是台北市的政府首長 再次公開露面 是在去年的高鐵列車上 那是馬英九第一次搭高鐵 歐靖德親自接待老長官 外傳在交通事業體 有30多年經驗的歐靖德 很可能是新政府的交通部長 但現在有新消息指出 他可不只是部長 因為李前總統很看好歐靖德 當初輔佐馬英九的長才 因此建議馬英九 找歐靖德當行政院長 面對這項傳言 歐靖德迴避 首席一整天也不接 但是在被問到 他願不願意入主交通部時 當時他的意願並不高 我想對國家做事 有很多種投稿 高鐵相當的重要 對國家來講都是相當重要的一件事 據東森新聞得到消息 當了爺爺的歐靖德 想兼顧事業和家庭 看他在兒子的部落格上 戴個假髮搞笑 兒子還嚇著著解說 這就是傳說中的歐副市長 歐靖德如果留在高鐵 還可以在親綠的董事長殷琦 和馬政府之間扮演溝通橋樑 但是如果辭去了高鐵執行長 去當了拼經濟的隔魁 歐靖德恐怕會失去退路 種種的利害分析 恐怕還是留在高鐵比較實在 東森新聞我是阿柯俊成台北報導 任何人選CEO 也包括了這個台灣高鐵董事長殷琦 雖然過往跟別政府關係良好 但是到從選前到選後 他幾乎沒有公開露面表態 他的得力助手 剛剛你看到了高鐵執行長 歐靖德被點名入閣 那麼今天殷琦露面 他說他沒聽到這件事 那麼同時記者追問他 對未來的馬政府有什麼看法 今天殷琦快閃走壁 選前這段談話備受主目 是謝長廷提出了這個希望 319槍擊案重啟調查 當然對此心中有所疑慮的 呂副總統立刻表達贊成 今天在立法院裡不分藍綠 都頻頻追問警政署長侯友宜 是不是願意 整個案子重啟調查 民進黨立委也認為 這兩顆子彈 就是藍綠惡鬥的主要原因 而侯友宜說 這個案子是當初由專案小組 及專家兩三百人 共同起的評估報告 所以現在是不是要重啟調查 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 當年還是刑事局長的侯友宜 也參與了319的偵辦 如今謝長廷 呂秀蓮都要求 應該重啟調查 侯友宜是否贊成呢 你站不站成重新調查了 這跟什麼有關 跟你心中的感覺有關 就是說你認為這個案子 到目前為止 譬如像陳英雄 你還是認為他應該是兇手 是吧 因為這個是一個 由檢方主導辦案 聯合當勁兩三百個人 所有專案小組 所做出來的一個報告 所做出來的一個報告 而這也不是我個人 一個人的一個問題 對於之前李昌玉說 開槍的人就是瞄準的呂副總統 侯友宜還是持保留態度 車子在移動的 他有一個方向的位置性 的不確定性感 但是在依照 整個現場的一個角度方向 他的瞄準線 不見得是百分之百 一定是對向哪一個 不只藍營立委 追著319的老問題 綠營立委也不客氣 要侯友宜把話講清楚 319兩顆子彈 是造成今天政治對決 藍綠二鬥的最重要的原因 319重新調查 你贊不贊成 從我們剛開始發生那個時間點 我們就歡迎各界來審視 來了解這個案子 因為大家都是靠自己的想像 在說這個說那個 我到今天沒有多大意 就回歸到基本面來看專業 回到基本來看 他整個偵查一個內容 不管藍綠立委怎麼問 何又宜就是不肯直接正面回應 畢竟在政權交接的敏感時機 就怕說得不妥 又要引起政壇的動盪 讀生新聞綜合報道 好也回應這個馬英九贊成 重啟調查 那麼在當時整個調查過程中 扮演很重要角色的 國際見識專家李昌宇也說 那麼在過去物證的檢驗工作 已經非常完整了 但是他認為 如果有新的證人 或是物證浮出檯面的話 有必要重新開啟調查 隨著國民黨慎選 重新檢驗三一九案件的呼聲 越來越高 到底有沒有重新開案 偵查的必要性 李昌宇說 案件越調查 可以使人越明白事情的真相 物證方面 我敢保證 我們沒有miss掉太多什麼東西 除非有新的物證出現 當然有新的物證 我上次在我的報告上也寫過 有新的物證 我們絕對會重新檢驗過 李昌宇強調 結案不等於破案 三一九槍擊案 只要有新的證人 或者新線索的出現 都可以重新偵查 而新的物證 也有可能浮出檯面 您覺得新的物證 現在浮出檯面 可能性高不高 並不是沒有可能性 那把槍到現在在什麼地方 我們不知道 假如能知道 那把槍的 來去的方向 那當然對案情有所幫助 所以物證 假如要重新調查 我會絕對配合 對馬英九當選總統 李昌宇也感到高興 我個人感覺 當然非常高興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一直支持馬英九的 他是個非常優秀的人 所以馬英九能夠當選 我想給台灣帶來 很多新的希望 李昌宇也表示 唐首義如果能夠 反台協助調查 提供新的線索 將有助於釐清案情 東森新聞 李偉家唐偉傑 紐約報導 稍後有更進入 新政局的分析跟報導 我們先來看 南台灣這個奇景 你所看到的場景出現在高雄市 畫面中有兩名賣藥人士 一男一女 男的先穿起了道士袍 故弄玄虛變戲法 他把一個活的大公雞 塞到了一個很小的瓮裡面 那麼對外宣稱 這是佛祖顯靈 然後女的上場 說他們的藥 經過神的加持 非常的有效 那麼一旁的阿公阿嬤 看得瞠目結舌 心甘情願地掏錢購買 而買來的是什麼藥 東森新聞仔細解釋 上面沒有任何合格的標示 我們的獨家報導 黃昏市集裡 一男一女擺神壇藥鬥法 女助理首先燒香膜拜 嘴底捏捏油瓷 對著觀眾說 邀請天逼天降 下凡來 女助手說得天花亂醉 接著穿著道士服的男子登場 一開始先點火燒紙前 又拿黑令旗施法 葫蘆裡賣什麼藥 旁人看的是一頭霧水 男子立刻搬出 只有拳頭搬大小瓶口的 大黑瓮反覆翻轉 證明裡頭空無一物 接著他把一旁活生生的大公雞 往黑瓮裡塞 這時外面罩著一塊布 感覺像是在故弄懸虛 余震念念有詞之後 神奇的事情來了 男子居然從黑瓮裡 把公雞的頭給拉了出來 旁人納悶黑瓮的開口這麼小 怎麼有辦法塞進一整隻雞 男子聲稱都是神壇內 這三個小指人顯神威 旁人看了嘖嘖稱奇 拍手叫好 男子趁勢拿出好幾大罐的藥品 吹噓藥品有神力加持 可以治百病 這種晚如三四十年前 江湖賣以兼賣藥的推銷手法 藥品的安全性令人看綠 東森新聞高雄綜合報導 賣藥人說得天花亂醉 一旁的阿公阿嬤看得目瞪口呆 不過這個畫面 看在專業的魔術師的眼裡 一點也不稀奇 這就是魔術 而且是屬於魔術的基本功 基於新聞當中畫面的破解 我們的追蹤報導 我們先看一下 先確定這箱子裡面有什麼東西 我打開給觀眾看一下 裡面是空空的 空空的 什麼都沒有 OK 燈燈燈 燈 原本空蕩蕩的木盒 經過魔術師巧手一揮 活蹦亂跳的鴿子順勢出現 其實無中生有這一招 在魔術界是在基本也不過的招數 其實魔術表演只是一個手法技巧 它是一個道具 那麼魔術是假的 但是功夫是真的 說穿的都是障眼法 市場裡上演的空蕩抓雞 靠的就是類似的手法 利用預留的空間夾層 暗藏一隻和觀眾親眼看到一模一樣的雞 靠著法壇的布曼掩飾透天換日 讓原本就藏在蕩中的雞現身 製造驚人的假象 不過說穿了這些伎倆 為的只是要讓商人做足噱頭 吸引人潮 推銷宣稱具有療效的商品 視覺上的精彩戲碼 總是讓人摸不著頭緒 但是專業的魔術師已經暗示得很清楚 生意人的手法千奇百怪 民眾看歸看 牽扯到買賣 下手前可要想明白 同時新聞高雄綜合報導 情能鏡頭交給朋友 好 現在若瑟我們看到了涉嫌的貪毒 三峽縣長已經遭到檢方的調查 會持續帶來關心這起事件的後續 而同樣也是晚間的最新消息 中正紀念堂也是民主紀念館裡頭的 三百多支風箏 在正民的爭議的非常鬧的 沸沸揚揚的同時 也進駐了中正紀念堂內部 就放在蔣公的銅像的左右 不過在政黨快要輪替整個選情翻盤之後 我們看到了在民主紀念館或是中正紀念堂裡頭 有不同的景象了 就是晚間連夜拆除這些裝置藝術的風箏 而且很特殊的是 這個低調到不行 但是也臨時同了一家特定的媒體入內來拍攝 大門一關民主紀念館又要寫下新歷史 蔣中正同向周圍的上百支風箏 風光三個月 現在通通要拆除 恢復大廳原貌 放蔣公出館 講完了 那又怎麼樣 那還是一樣嘛 白水廠 我剛講虎頭蛇 怎麼樣的虎頭蛇尾 228基金會 暗批教育部 去講轉型正義 不過是白忙一場 而且這拆風箏的過程 原本不准任何媒體拍攝 但這家和綠營關係不錯的電視台 卻是通行無阻 所以是怎麼樣 什麼樣的關係 讓民視成了VIP 其他平面和電子媒體 卻都得吃閉門羹 228基金會不願說明 當初拆銅像偷偷摸摸 現在撤風箏又不光明正大 民主紀念館的風波 從選前燒到選後 還沒平息 GBS新聞綜合報導 公民黨重新的取得政權 也看得出來對於南部地方的經營 要更加的用力了 這一回的在520的國夜 馬蕭總部的發言人羅志強 證實就是要到高雄的漢萊飯店舉辦 同時也說當天 包括政府總統當選人 把英九蕭萬長 還有國外的貴賓都要搭乘高鐵 再換高雄捷運到飯店來用餐 520國宴要往南走 第一人就選在高雄漢萊飯店 說是要搭高鐵再換剛剛才通車的高雄捷運 總統當選人還要趁著520國宴的這個時間點 參觀高雄最著名的景點愛河 會經過最長的橋高雄橋 最寬的橋中間橋 8520國宴以往高雄 還要欣賞高雄的風景 點名就是要在漢萊飯店舉辦 看看過去漢萊飯店的記錄 其實也曾多次配合總統府宴請外賓 而這一次被點為國宴的舉辦地 場地就是最大考量 我們現在是高雄所得平面 會聽應該是最大的 130到150桌 最多可以容納2000人次 漢萊飯店堪稱南部最大 再加上地點就在市中心 搭高捷換接駁車 5分鐘之內就會到達 而且用完餐旁邊就是有著點點燈光 浪漫繽紛的愛河 一趟行程 新任的總統當選人 就是希望可以借這樣的方式 讓高雄的能見度大大提升 看來完美的計畫能不能成行 細節方面恐怕還要多做規劃 記錄選趙莉 朱宇榮 高雄報導 在選前曾經引起軒然大波的 支持四位國民黨的立委到維新館 來踢款這個事情 雖然經過道歉謝罪平息 而國民黨還勝出 但是事後的陰謀論不斷地傳出來 像是在晚上檢查總長陳聰明就證實了 行政院副院長邱宜仁 當天晚上曾經打電話 要求指派檢察官到現場處理衝突狀況 踢款事件也再度引發了各界的關心 3月當天國民黨沸宏泰等四位立委 到謝長廷總部踢款引發群眾包圍 謝正寅總幹事林源和支持者 等到檢察官到場處理 才讓立委離開 現在卻傳出當晚行政院副院長邱宜仁 曾經打電話向檢查總長陳聰明關切 陳聰明也證實的確有接到邱宜仁電話 要求指派檢察官到場 不過他強調一切秉公處理並沒有刻意偏袒 只是這個過程 謝正寅有沒有要求邱宜仁出面施壓 並沒有 我個人並沒有 是是是 沒有 因為我一直在現場 謝正寅否認兩邊有套招 行政院更強調邱宜仁做法並無不當 他有可能造成社會治安的重大狀況 是 他從政府的角度來講 重視應當然只能立即處理 不要他擴大 檢查系統過去的話 那麼就常理來判斷 他也是屬於一個合理的範圍 選前已經道歉落幕的爭議 選後又因為干涉司法的疑慮 重新浮上檯面 TVN新聞綜合報導 馬英九情義之旅在星期二的上午10點半要見陳水扁總統了 不過不讓準總統馬英九提前一步先進總統府 原來的安排是要在台北賓館來進行 這也是2006年4月之後別馬兩個人見面第二次的坐下來談 馬英九請義之旅 第四位拜訪的就是現任總統陳水扁 我們明天只是這個總統當選人跟現任總統的一個禮貌性的會晤而已 即將登場的別馬會敲定上午10點半舉行 地點不是總統府而是台北賓館 會前兩人握手開放媒體拍攝 內容全程不公開至於別馬會的形式 馬英九方面會由辦公室主任詹春柏 以及幫陳總統處理319槍傷的詹起賢陪同 而陳總統則是會由秘書長陳唐山 以及辦公室主任林德遜一起跟馬英九會面 這也是別馬兩人在2006年4月3號見面之後 第二度坐下來談 民進黨的政府能夠在陳總統的領導之下 以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為基礎 重新跟中共恢復兩岸的協商 我相信一定可以得到國內在朝野政黨跟民意的肯定 如果是一個事實就不存在的東西 我們現在要以它作為一個基礎 是有問題的 兩年前的別馬會當時是在總統府內舉行 為了不讓外界有做文章的空間 還全程開放電視轉播 交鋒的議題鎖定兩岸以及經濟 只是當年的別馬會讓馬英九支持度下滑 也引爆藍軍內部不滿情緒 現在別馬再會 馬英九變成了準總統 朝野角色也將跟著轉變 特別新聞綜合報導 馬英九肖萬長在白天政治接下了當選證書 馬英九說這張證書雖然很輕薄 但是卻接下了千萬斤的重担 他以後會為人民來打拼奉獻 不過很有趣的是在這個場合裡頭呢 當然是由這個中選會的主委張正雄頒發這個證書 張正雄呢在過去選前曾經因為這個公投榜大選的問題 跟藍營的之間有非常激烈的舌债 不過在選後整個政治氣氛批變 我們看到今天張正雄呢 還大大的讚美了馬英九跟校萬長 美光燈閃不停馬英九掛著笑容 正式接下當選證書和中選會主委張正雄合照 發發證書的同時張正雄還特地誇了馬肖兩人 馬先生與肖先生共同以七百六十五萬九千零十一票的高票當選 所得的票數與得票比例雙雙創下我國選舉總統 副總統由人民直接選舉以來的最高紀錄 美光燈才剛選完馬總統就想拆開 再看裡頭到底寫了些什麼東西 不過打不開一抬頭還發現有人在等著握手 有點尷尬耶 只是一轉頭馬總統又想拆 張正雄都快看不下去了 嘴心也像是在講 你這樣拆會壞掉 還耐心的教馬英九怎麼打開 終於看到證書裡頭馬英九仔細端詳 也很得意的翻開和大家合照 只不過裡頭的字變成西式的橫式寫法 他右邊陳水扁總統兩千年 拿到的當選證書不一樣 連數字都變成阿拉伯數字了 雖然都是正凱毛痞字 但感覺還是怪怪的 中選會澄清沒有搞錯 但是配合公文形式的轉換 才會變成橫的 不過不管字是橫的寫還是直的寫 當準總統接過證書的那一刻 心情肯定一樣激動 第二篇新聞 蕭文強專案進臨位咯 台北報導 一 農曆二月二十四 據北京奧運會開幕還有一百 另一刻 感谢观看